在这两年里面我们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整个香港的运作都非常的顺利 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认识之内 把香港经济 民生 国家安全都做得最好 下一步就是游质集星 近日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回顾两年来的工作 他表示 当前香港迈向游质集星新阶段 应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互联互通 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我们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主要就有几个大的国家的政策 包括实事务规划 包括一带一路 还有粤港澳大湾区 港车北上 高端人才的南下 北上啊 这些等等 都是我们的讨论之后的一个成果 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近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结束对老挝 柬埔寨和越南三国的访问 共签署了55份协议及合作备忘录成果丰硕 在成国基看来 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世界的桥梁纽带 要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 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 国际化里面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一国两制 我们普通法 在外国的公司来说 对香港的我们的法律啊 我们的程序啊 他们比较熟 内地有内地的优点 市场很大 成本相对比较低 那么大家可以利用这方面 在谈其中央频频频对香港出台的一系列汇港政策时 陈国基说 从赠送大熊猫 开放外籍香港永远性居民申领来往内地通行证 到提高免税额度 进一步深化贸易合作 这些切实的举措充分展示了国家对香港的关爱 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透过那些中央停港的措施 香港游客旅客的数字不断地提升 我也很相信 在国家这样帮我们之下 我们一定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把我们的经济发展做得最好 大熊猫是对所有香港老百姓来说 都是非常喜欢的 游客也非常喜欢 加上我们现在的一队 我们有四个四字熊猫 我也希望能尽快安排他们来香港 充分显示国家对我们的关爱 陈国基介绍 当前特区政府正全力将香港打造为国际高端人才急剧高地 截至到今年六月 高财通计划令特区政府在过去一年多共收到超过32万份申请 目前有13万申请人已经来港 陈国基说 这些外来的优秀人才及其家人对香港劳动力带来正面影响 也为香港经济注入发展动能 我们是把我们有一些出入境的一些政策 我们搂松了它 还有我们再加入一些新的好像高财通计划 也有一些我们在内地的大学 他们也是很好的大学 但可能他们还没到100强 但是我们也开门 他们来香港的人平均的收入是5万元一个月 20%的人他的月薪超过10万 还有10%他的月薪只超过20万 高财通的申请人来香港以后 他大概每年可以为香港增进341港元 等于我们的GDP大概1.2 所以这个是1.2%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如何全力维护国家安全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也是陈国基最为关注的工作 他说想要增进香港市民对国民身份的认同 就要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 2024年4月 特区政府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以多元方式 让市民全面准确认识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发展成就 目前已取得积极成效 我们做一个完善选举基督 还有就是国安法的落实 还有就是有关于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 这三个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是 把香港的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基础打好 国家的很多科技上面的发展的很好 我们介绍给我们的同学 我们的航天员 我们航空方面的发展 我们也介绍给我们的同学 目的就是让他们了解我们国家 我们学校跟内地的交流 我们每年学校可以有10万名学生 可以受到政府的资助 可以到内地去 我们也有一些年轻人 比如说他愿意到大湾区 一些香港的企业在大湾区里的公司工作 我们给他补贴 每个月给他补贴1万元 补贴18个月 现在整个社会对于国家的认同感 我觉得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普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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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